不行,放著,放在手上 放在手上 等 這裡 喔,好棒喔 還會等 耳朵其實也是,耳朵也包括 耳朵其實也是我們皮膚的一部分 所以在若是有一些異性肌膚炎的狀況下的話 耳朵一樣會有一些 就是 發揚的情景 對 所以就是變成說,飲食那部分就是變成說 要飲食還是要直接去做控制 工具要1000個 所以你什麼時候報100個 100個 收醫師有資格 資格的時候 我們來親自一下 200個親自一下 那1000個的話 請 因為他 所以我知道 所以 因為 他那個 NED 他們也有 所以 但是我們的目標就是這樣 希望 能夠 可以 比較 特別的是 我們過去 這兩三年來 三四年來 一直都有 在 獸醫跟人醫一起共同做 手術 尾創手術的訓練活動 那 後來 因為這個趨勢越來越成長 所以我們也開設了 這個專屬的獸醫的訓練活動 那在秋千節 理事長他在去 去年 成立這個 台灣這個 內視鏡 回創受醫醫學會 那也是創會理事長 那跟這個 我們張毅福院長 副理事長 一起 在這個推廣 受醫的 回創手術的 教育 跟發展 那我們這樣榮幸 秋千藥體系 可以跟這個醫學會 一起 共同 可以往這樣子 好的技術發展 那所以我們也看到說 這個 這個受醫領域 未來的發展 所以我們也期許 這個傳奇 公立院 可以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 協助 然後一同把 做成一個 人醫與受醫的一個橋樑 然後可以跟 各位 受醫界的先進 一起協助 照顧這個 毛小孩的健康 就是一二靠 這是現在 全世界 六座 微創訓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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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中心 裡面的第二座 所以我們總裁 赤知 還有 黃院長 領導 秀成 亞洲 作为上手术训练中心 我们就是利用我们这个资源 能够让大家 在这里把人医能够学的 让兽医的前辈也能够学 真的达到北乔峰南慕容 丘理事长 张思青长之外 我们也有我们的一点点贡献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今天是我们传奇动物医院的周年庆 我们的动物医院已经一年了 一岁了 那也很感谢各地的这个 这个理事长 工会的理事长 还有我们台中市的秘书长 都来丽临参加 那这一年的这个成果呢 我们其实从门诊大概 只有一例两例到每个月 有接近200例的这个门诊量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 传奇的微创手术 我们已经累积到今天 已经做了80例了 那我们的总裁一直希望说 我们的微创可以推广 所以他免费说捐赠100例的 这个微创手术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免费捐赠 也已经到了61例了 那明年我们希望到150例的微创手术 那这个是我们明年的新希望 今天回来 然后参加一周年的参与活动 然后因为白晶他 会选择在这边捷育 其实有一些 有一个因缘 是因为我的叔叔 他本身其实也是兽医 然后表妹表弟也都是兽医 然后所以才刚才有 这方面的资讯指导说 传奇有在做微创手术 那因为之前自己也有养过几只狗 那都是用传统刀来做捷育 那当时的那个伤口 其实都是蛮大的 那知道在有微创手术的 微创捷育的这个就是 机会像我就把白晶带过来 然后进行的那个 这次的那个捷育 然后当时捷育之后 在这边留宿了一个晚上 那隔天把他带回家之后 其实白晶 他有捷育跟没捷育 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恢复期 一直都是非常的活泼 跟有活力这样 不能这样子拖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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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很会等的 所以他等你 他会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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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